苦学半生成道 死后光大禅门 雪峰一存禅师悟道因缘 雪峰一存禅师是晚唐五代时期 杰出的禅门巨匠 在禅宗史上具有成前起后底的地位 禅门五宗里的的云门宗和法眼宗 都出自他的法系 他的禅法包括随处解脱 当下即道 无心无求 无功用道 即心即佛 见性成佛 戒律解脱 般若空观等丰富思想 与当时北方诏州从沈禅师并驾齐驱 形成北有诏州 南有雪峰的态势 一存禅师是德山宣建禅师的法寺 清源行私的五传弟子 俗家姓曾 唐木宗长庆二年生于泉州南安 他的家族世代奉佛 从其祖父以来 就一直和僧人交往密切 并且对佛学思想有着相当的认识 所以能够在世俗社会中 清静淡薄 操守高洁 一存禅师从生下来就厌世昏腥 如补时 一听到钟庆声 或见到出家人 就会欣然舞动 他在九岁时就想要出家 因为父母对他特别真爱 觉得他年纪尚小 暂时没有答应 十二岁时 父亲带着他朝拜莆田玉剑寺 一存被遇见寺住持 清玄律师的德操吸引 于是拜倒在地说 你就是我的师父了 清玄律师喜爱他的聪颖 于是收留他为童子 随是在身边 一存跟在清玄律师身边 达六年之久 到了他十七岁那年 清玄律师才为他剃度出家 唐武宗回法期间 一存禅师隐居山林 礼业芙蓉联洪照大师 并得到洪照大师的器重 二十八岁北上幽州宝刹寺受解 此后 一存禅师开始遍寻名山 寻访各处大德 一存禅师曾在洞山梁架 坐下当过饭头 有一次一存禅师 正在制作木器 洞山禅师走过来问他 你在做什么 一存禅师说 我再劈一个木槽 洞山禅师问 需要砍几斧头才能够弄好 一存禅师说 一斧头就劈成了 洞山禅师说 这仍然是这边的事 那边的事怎么解决 一存禅师说 直到没有地方下手 洞山禅师仍然说 这还是个问题 那其他的事情怎么解决 一存禅师不知如何回应 只好默默地离开了 一存禅师也明白 洞山禅师问话是为了点拨他 回答里雨带双冠 草是用来饮水充米的水道 在这里也比喻修心成佛的道路 梁架禅师接着问 几斧头酌成 斧是比喻修心的方法 问几斧头酌成 意思是需要修行多长时间 才能明心见性 一存禅师回答 一斧言成 是比喻一念觉悟成佛 众生虽然无始以来被贪嗔 吃三毒烦恼 所转流浪生死 但烦恼与菩提其性不二 一念谜则菩提即是烦恼 一念悟则烦恼即是菩提 烦恼与菩提之间 只是一念迷雾的差别 梁架禅师所说的这边事 是指生死烦恼的事 那边事是指揪一觉悟 恢复本来的清净自性 一存禅师虽然知道 众生与佛的差别 只在一念间迷茫与觉悟的不同 但他的回答已经落入无常之中 有成必有坏 一斧头酌成 还是生死无常 众生本来具有佛的功德智慧 迷的时候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觉悟的时候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增加 烦恼与菩提只在于绝与不绝 而不在于成与不成 所以梁架禅师告诉一存禅师 一辅酌成的回答仍然是这边的事 接着追问 那边的事怎么说 一存禅师回答说 直到没有地方下手 意思是说 达到究竟清净的自性 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述的 梁架禅师看出他仍然执着一个 有的自性存在 这样的回答始终不能出离四棒之外 更不要说离言绝相 心形触灭的境界 所以梁架禅师还是告诉他说 仍然是这边事 那边的事怎么说 又有一次 一存禅师正在逃米 洞山禅师问他 你这是逃杀去米 还是逃米去杀 一存禅师说 杀和米一起逃去 洞山禅师说 那大众还吃个什么呢 雪峰也不说话 竟把整个米盆反转盖在地上 洞山禅师于是对一存禅师道 看你的表现 更适合得山的禅风 佛法说要把相对变成绝对 然后化为超越 比如善与恶 有用与无用 能吃与不能吃 都是相对概念 超越到不思善不思恶 不是没有善恶 不要善恶 而是心中不要为善恶的问题而困扰 日常生活中 米是食物 所以留着 杀吃不得 所以逃去 但对于已得大解脱的人来说 善与不善既可以体包容 也可以一起抛却 只问当下的活用自在 不必自负手脚 洞山又问 两样都不要了 大家吃什么呢 雪峰听了 干脆把米盆全部翻掉 这不是对洞山的抗拒 而是呈现他的心境 与洞山的问话相反而又相承 既没有沙 也没有米 也没有要吃米饭的人 他的心中是不沾点尘 自自然然 是一个大死大活的 大自在人 洞山因此不得不承认 雪峰是有道理的 但存禅师应对问题的激烈手段 梁驾禅师认为 他更适合到禅峰 刚猛迅捷的德山宣剑那里去参学 自从听了自己 更适合德山禅峰的话 一存禅师的心思逐渐活动起来 想要到别处去看看 于是来到方丈市 给梁驾禅师辞行 洞山禅师问 你要到哪里去 一存禅师道 回福建去 洞山禅师问 当时从什么路出来的 一存禅师道 从飞远岭出来 洞山禅师问 如今要从哪条路回去 一存禅师道 从飞远岭回去 洞山禅师问 有一个人不从飞远岭回去 你知道吗 一存禅师道 不知道 洞山禅师道 为什么不知道 一存禅师道 他没有面目 洞山禅师问 你既然不认得他 又在你们知道他没有面目呢 一存禅师被问得无言以对 离开洞山之后 一存禅师又来到湖南武林德山 参礼了宣建禅师 当时沿头全获 青山闻碎两位禅师 亦在德山坐下餐学 三人朝夕相处 成为了至交好友 有一回 宣建禅师在法堂上对众人说 提问就是有过错 不提问题更不对 当时 有位僧人走出来 刚要礼拜 宣建禅师一箭便打 那和尚猛了 就问 我这是刚刚拜一下 你为啥就打我 宣建禅师大声喝道 等你一张开嘴 不是就晚了吗 事后 宣建禅师 令试着换一存禅师过来 一存禅师上来之后 宣建禅师却说 我自己找一存 你来干嘛 一存禅师不知道如何应答 后来 一存禅师又去方仗师参礼宣建禅师 问他 南拳斩猫的事情 是啥意思 宣建禅师一听 便用主仗将一存禅师打出仗势 一存禅师脚刚跨出门槛 宣建禅师却叫住他道 懂了吗 一存禅师说 不懂 宣建禅师叹了口气说 我这么耐心 你还不懂 过了一段时间 一存禅师又去请教宣建禅师 师兄弟们都陆续悟道了 我这老大哥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啊 宣建禅师立刻给了他一棒 说 你在说什么 一存禅师听了还是没明白 第二天 他又去问宣建禅师 宣建禅师说 咱们禅宗不立文字 我实在没有法门传给你 一存禅师听后终于有所领悟 但是 此时他心中尚有许多疑问 还没有完全彻悟 后来有一次 一存禅师与师兄盐头拳或禅师外出 至里周敖山镇 被大雪所阻 住在一个野店里 进退不得 盐头禅师每天只管睡觉 而一存禅师却一直坚持坐禅 有一天 一存禅师实在看不过去 便喊盐头禅师道 师兄 师兄 起来呀 盐头禅师道 做啥子 一存禅师道 我今生实在是命运不顺啊 不走运 尽倒霉 先是随同闻碎这个懒汉行脚 到处被他拖累 今日跟着你来到这里 你又只管整天蒙头睡觉 也不用功修行 盐头禅师喝道 哎呀 睡你的觉去吧 每天床上打坐 就像村里的土地工 将来也不过是哄骗善男信女公养罢了 一存禅师指着自己的胸口 解释道 我心里有疑问无法平静 不敢哄骗自己 盐头禅师道 我还以为你以后会在孤峰顶上 盘节草庵 波扬大叫 现在却说这样的话 一存禅师又重复道 我实在心里稳定不下来 盐头禅师道 你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把你的疑问都说出来 对的地方 我给你证明 不对的地方 我帮你铲除 一存禅师道 我最早参礼言官 启安国师 见他在堂上讲解色空之意 在他那里入了门 盐头禅师道 这都过去三十年的老皇历了 不用再提了 一存禅师接着道 后来又听说 洞山河上过河悟道的妓子说 切记从他密 条条与我书 瞿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瞿 盐头禅师道 他这妓子里还有瞿 恐怕也还没有彻悟 一存禅师又道 后来我又问咱们德山师傅 最上乘的顿悟法门 我还有没有机会学成 德山打了我一棒 问我在说些什么 我当时的状态 就像木桶拖底了一样 盐头禅师突然大声喝道 你没有听人说过吗 靠别人教导的 始终不是自己的担心 以上盐头禅师的三处点话 都是要一存禅师把心中的成见 一一放下 一存禅师接着问道 既然上面所讲都不是 那么 我以后要如何做才行 盐头禅师道 你如果想要在将来 波扬大叫 你的见地 需要从自己胸襟中 自然流出 涵盖天地乾坤 一存禅师一听 豁然大悟 便起作作理 连声教导 师兄 今日我才算是 敖山城道 宣见禅师入祭后 一存禅师便回敏中 与雪峰创愿开法皆中 一时图众昔然 身边常随弟子达一千七百余人 敏帅王沈之 对雪峰禅师极为崇敬 并从他授法 在王沈之的护齿下 佛法在闽中曾圣极一时 一存禅师 原济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 向春秋八十七岁 Mag 克宁 像